传载400家号作者 我眼中的体育世界 2017年2月23日小巨人姚宁 成为国内篮球掌舵人 姚宁升任篮鞋主席以来 以姚宁为首的中国篮鞋就开始大大会府 得对继承已久的中国篮球进行改革 先后出台多项改革措施 这些措施效果显著 获得亚运冠军 就是对这些措施最好的证明 实行这些措施也足以证明姚宁主席 对中国篮球迁存问题 认识深刻 眼慌独到 大概正是因为大摇构专业 能力强 所以近期港媒拿华走报 进爆料 陈姚宁要走马上任足鞋主席的传闻 知名体育评论员 董璐对此事在新浪微博 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姚宁任足鞋主席一事并非无可能 这是其微博 其实董璐对姚宁出任足鞋主席的看法貌似很有道理 其实是混淆视听 以偏概全 小编淆视觉的姚宁走马上任足鞋主席一事不会发生 如果此事成真 那么绝对是中国体育对姚宁的浪费 以姚主席在中国的影响力和能量 他最大使命不应该是去拯救一个盈盈狗狗的中国足球 而是要以篮球运动作为打破家长社会 对于子女教育固化的突破口 把篮球运动作为排头兵 使之体育文化进入日常校园生活 姚明的终极任务是改变社会观念 要让人智体美劳真正贯彻体这个字 要让中国家长从心里 认可孩子们走体育之路 其实和射钢琴 练芭蕾是一样的光明之路 其实比起国足球进入是 健碑 观测体育文化 才是建立真正的万事之功 与此相比 足球根本不值一提 小编之所以这么捧姚主席 并不是图一时口汗 而是有身边的实力 要小编 不得不产生这样的想法 就拿姚明力推的小篮球U8 U10 U12比赛来说 以国内的传统 对校园体育一向不太感冒的 基本上是敷衍了事与应付一下 但是姚明现在力推的小篮球比赛 各地相关部门的重视程度相当可以 就小编所在的一个普通地级市 居然也开始高级U8 U10 U12的联赛了 学校 社会培训机构均可报名参赛 小编真是确身体会到了关于篮球的某些事情 正在我们的生活中 发生着细微的改变 正是基于此 小编才会化身摇吹 最新消息也印证了小编的看法 起刊中报已确认此创文是谣言 最后真心希望姚明可以把体育同文化课 学习同样重要的观念普及开来 分享国民综合素质 快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